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下面来关注一下加州最大学区上午秋季开学计划的新闻 本台记者报道 为了弥补因为新冠疫情而停课 以及网上授课所造成的教学质量的下降 洛杉矶联合学区今年暑假为所有学生开辟了暑假课程 共有十多万名学生报名参加了由电影导演 制片人 音乐家和体育明星举办的各种暑假课程 学区总监毕尤特诺表示 由于新冠疫情一度导致学区停课 后来的网上授课有学生反映 教学质量明显比不上课堂教学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 我们决定今年的暑假面向全体学生开办暑假课程 在满足学生们对文学和数学等课程的补习要求的同时 增加了电影制片 音乐 体育等丰富多彩的学习内容 其中包括泰坦尼克号阿凡达获奖导演卡麦伦举办的 泰坦尼克号航程培训课 向学生们传授深海物理和生物学的知识 卡麦伦表示 泰坦尼克号课程有很多值得学习和研究的内容 从沉传数学和科学知识到事件发生的历史和社会学 从沉传事件的教训到处理危机的强大领导核心 我要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吸引年轻人的学习兴趣 学区理事尼克强调 暑假课程可以帮助学生们挽回疫情造成的课时损失 尽管学区正在讨论秋季的学期计划 但是由于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 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制定出 下一学期学生返校上课的方案 我学来就得到比课区历导核心 请对付增并大领导核心 就得到坝尼白 不仅定一条 在这一条的课程里有些领导核心 感谢观看